自己在网上你去买这套书 让孩子披他们牙齿的时候 当课外书去看一看 看这种课外书不是所谓的耽误孩子学习 是打开孩子的一种眼界 我跟大家这样说 有些孩子对于学习没有那么特别上心 我个人觉得你没有找到一个驱动力 那这个驱动力的话 可以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也可以是对某项科技某项技术的执着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 你找到孩子的这种推动力的话 会让孩子学习更加的去卖力 不过瘾 想了解更多完整课程内容 跟我来 直接点击视频左上方我的账号头像 或者打开头条搜索张雪峰老师 进入账号主页 向左滑动页卡点击专栏 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课程目录了 咱们想了解哪些主题 就挑选哪些课程 怎么样是不是很贴心 如果还有什么疑问呢 欢迎在评论区聊哦